小文 小文 二姐 怎麼了 今天有點不太一樣 你現在有空 門到我了 什麼事 戀愛是什麼滋味 戀愛 是一種既茫然又很幸福的感覺 怪不得大姐那天回來就有這種感覺 大姐有男朋友了 沒有 我是太說我自己了 小鬼 你也會交男朋友 二姐 你別這樣嘛 談戀愛是嚴重的事 不是玩笑 好 我不笑 那你告訴二姐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就是發生的那天 你是說胡欣一 那毛小子 人家已經不小了 比我還大一歲呢 大一歲 在姐姐的眼裡還是毛小子 那我不說了 好 我不逗你了啦 那你快說 欣一她說 她說 她說她很愛我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現在當然是真的 那以後呢 以後我就不知道咯 那怎麼辦 怎麼辦 你呢 你對她的感覺怎麼樣 你也愛上她了對不對 對 怎麼了 怎麼了 你怎麼給我看中恐怖片 不要看 不要看 越恐怖啊 她才越刺激啊 還可以考驗我們的膽量 我不要 中恐怖片 我會做噩夢 你真的SPP聰明 你太聰明了 好吧 我告訴你 看這種片子 當然要在這種氣氛之下 要不然我們回家看就好了 何必浪費這些錢呢 我不要 我們還是離開之後 你比較好 可是我們才剛看耶 我不要 爸爸 我不知道 小文 你不要這樣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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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生氣啊 沒有啦 這裡的空氣 不適合我 好吧 那我們以後就盡量到公園 或郊外走走 不然還可以省錢呢 嗯 小文 我在想 我在想 我這個人很沒趣 是不是 怎麼會呢 你忘了嗎 我說過你是我兩千年 兩千年 最偉大的發現 對不對 我二姐男朋友 都是這麼說她的 你是說我跟你二姐那些男朋友一樣 只想跟你玩玩嗎 幹嘛啊 那麼兇 好恐怖喔 小文 我是認真的 我二姐說 我年紀太小 不能太認真 小文 我二姐還說 做人嘛 追求的是快樂啊 不要作儉自負 自尋煩惱 妳二姐 妳二姐 她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嗎 難道她不喜歡我跟妳在一起嗎 沒有啊 她是希望我像她一樣 輕鬆一點 沒有負擔 我真的被妳KO了 我們叫裴友夫 擊倒 打敗了 打敗了 嗯 打敗了